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17号表示 被包围在亚素钢铁厂的乌克兰部队 已经拒绝了俄罗斯方面提出的投降要求 他同时强调 乌克兰部队仍然控制着马里乌波尔的一些地区 俄国防部17号表示 其截获的电报显示 乌克兰政府禁止亚素钢铁厂内的乌方武装人员和外国雇佣兵投降 俄罗斯消息报17号报道 俄罗斯车臣部队称 俄军已在亚素钢铁厂厂区内重新展开攻势 被包围的乌方武装人员和外籍雇佣兵 正在钢铁厂深达六层的地下设施内进行防守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表示 俄军17号继续对亚素钢铁厂所在的马里乌波尔 发动导弹袭击和军机轰炸 俄军图22F3战略轰炸机也参与了空袭行动